桥梁币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。 古巴蜀国,当时各诸侯国货币体系完善, 齐燕使刀,青史源钱,三进两周之地流通布币。 楚国则是以笔钱,鬼脸钱, 所以桥梁币很难流通至中原大地,存量稀少。 桥梁币形入镰刀,从除草工具演变而来。 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枚异形币。 桥梁币有各式各样的,有普通素面堤, 也有精美纹饰的战国时期的钱币, 大多以纺织实物为基, 桥梁币以其外形酷似桥梁形而得名。 大多为半圆黄形,又以酷似春秋战国的乐器形, 而得名青币,又素面堤,也有精美图案的。 更有个别的为两端铸造又各种花形, 或者动物神兽形状而异常精美,都为青铜制。 市场上工艺复杂,品相绝佳的桥梁币一直备受藏家中外。 价值不菲市场价格也是几千到过万元, 但是收藏要从正规渠道入手, 切记不要通过不正当途径来获取收藏, 点赞关注,免费见你哦。